前面有一个小姐姐 我们上去问她一下 有个阿姨还有小姐姐 我们上去问一下 问一下她 问她之后 我在跟哥哥姐们说 我跟小潘是怎么回事 哥哥姐们 感谢东将送的小新星和人机票 谢谢哥哥姐们 欢迎新进来的朋友 左上角有个小福袋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这里是刚刚所有人都没有 都是没有条件限制的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 这里点个免费的小关小住之后 点击付带发送评论就可以了 等待到计时就可以了 我们过去问一下这个小姐姐 阿妹 你在这里 你好 我想问一下这里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村庄 对 这里是叫黄泊屯吗 是的 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想问一下 你们村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小胖的女孩子 小胖 胖胖吗 对胖胖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胖胖吗 对 我拿照片给你看一下 看你认不认识好不好 可以可以 你找她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子的 我等会我再跟你说嘛 就是我先看一下 确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女孩子 因为我也是从其他地方问过来的 就是这个 是的是的是不是她 是是 我表妹 我表妹 以后 这个是你表妹吗 对啊 哦哦你这表姐啊啊是的是我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呢我呢就是呃他现在在不在里面吗我等会我跟你说我是他他那个他现在在家吗在家他这几天这这段时间都在家吗都在家都在家哦你呃忙不忙啊现在哦我不忙我刚去干活回来看到这里有点香料又拿一下哦就拿一下香料回去对对对对我是这样子的就是 但是我呢我是算是他之前的呃男朋友吧然后前前男友啊也不算前男友吧他现在嗯你就能不能带我去找他一下然后等会我再跟你说吗可以是可以的你怎么不自己联系他呢就就是因为以前认识的嘛现在不是一直都没有联系方式嘛就联系不上嘛所以我也是到处问我找了他很久了我们差不多有三年都没见了嗯有很重要的急事 很重要的事啊嗯就是你带我过去坏事好事啊好应该算好事吧哦这样是吧如果能找到他的话哦哦可以可以可以就他现在在村里面是不是啊在的吧现在这个点应该也回来了干部也差不多也回来应该在吧哦那那那你你看一下你带我过去我慢慢跟你说嘛因为我们两个的事情有点长 哦就是那个是事出的原因啊有点有点长可能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哦呃他他家远不远啊进村去还远吗呃不远了就在前面了就在前啊就是村里进村去之后不远就到他家了对就在前面了哦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也从来没有来过你们这个地方嘛然后我跟他呢也已经呃三年多没见了这这三年这三年里面呢我一直在找他就是 因为我们之前他应该是跟他父母出去工作嘛在广东那边然后我们一起在在工厂里面工作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人上下工位嘛然后当时他刚进来嘛然后我经常有些事情去帮他忙啊干嘛的反正就这样子互相帮助上下工位之间所以慢慢的产生一些感情然后我们两个在一起了但是当时呃叔叔阿姨呢也在那个工厂里面工作嘛然后呃叔叔阿姨知道之后呢 就是他不太不太不太同意我们两个在一起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呃贪玩嘛小时候贪玩嘛然后就有一次就出去玩的时候没有回家没有送他回家之后呢就是他呢就是当时呢就呃有了一个小宝宝然后呢他当时他当时呢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过来问我嘛那那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本该担起我自己的责任 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呃他也没敢跟他爸爸妈妈说但是时间慢慢拉长之后呢他也没办法呃就是我也不想让他去工作了嘛然后就呃瞒着他爸妈他瞒着他爸妈就是出来跟我就是自己住就是跟我在一起住了就没跟他爸妈住了后面呢就是呃他呢就是在那里之后呢就可能跟他爸妈妈吵了一架吧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是后面呢就是后面去找了那个白衣天使然后小宝就是就把小宝留下来了后面把把小宝留下来之后呢呃他爸爸妈妈找了他很久就终于找到我们住的地方了但是当时我刚好把那个小宝小宝那时候一个多月吧然后把他带带出去买了点东西就是他那时候刚好在家里面做就是准备做饭嘛做饭吃嘛然后我当时刚下班刚下班回来之后呢 我就把小宝带出去去超市买了点东西当时那个不够嘛想去买点饺子回来后面呢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没看到他人了就只留了一张纸条应该不知道是叔叔留的还是阿姨留的他就留了说就是说我不要不要再找他了呃就别想再见到见到盼盼了然后这一这样子没见到他没见到他呢一这一就是一下子呢就过了三年多 而且我一直找都没有找到他也没有听到他说过啊嗯可能他这个事情一直都都没怎么敢说吧然后当时他走的时候呢他的东西那些东西都没有带走然后包括他的他的手机啊所以所以都没有带走都没有带走呢所以就没有那个他的联系方式我一直都联系不上他这几年里面然后当时我跟着那个小宝在外面然后我又没办法上班了 因为没人照顾小宝然后我也没办法上班了没办法上班之后呢我就我就没办法我就把工作迟了之后我打了电话给那个我妈妈叫我妈妈来来接那个小宝还有我们一起接接着回去了回家去我不知道他后面有没有来找我但是我去后面我去以前叔叔阿姨住的那个地方去找他的时候他们已经搬家了房东说早就搬走了已经早就没在那里了然后这几年呢我也一直都问不到这个地方就是问不到他他老家 因为他的身份证比较偏他身份证是不是反正他身份证好像是弄弄偏了还是怎么就是弄弄的地方不对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去按着他身份证去找的时候就没找到然后我我呢这段时间呢也一直都是到处问然后现在小宝嘛他也不小了嘛现在也三岁三岁多了快四岁了然后对已经上幼儿园了然后他现在上幼儿园他就老是问我 他说别的小朋友都是妈妈来接为什么我每次都是爸爸来接还有什么的然后慢慢的懂了他说妈妈去哪里了怎么一直都没有回来所以说我现在我现在呢就是听到他消息之后呢我就我就跟了我那个小萱萱说就是我小宝的名字萱萱跟他说了跟他说了之后呢他说要过来他说要过来看妈妈嘛然后要接妈妈回去嘛那你没带他来啊 呃有事有带他过来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路不知道路之后呢我就没有让他跟着我一起过来因为我来的时候我也是坐着摩托车下来的啊因为这里这里我也没有找到准确的位置嘛后面现在刚好遇到你你说他在这里面的话等会我看一下我就明天这样子或者是晚上我去我去把那个小宝接过来跟他妈妈见一下就是今天就是这样子你从哪里来的我 我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从广东那边那你现在是从哪里来的啊你现在从哪里我从你们镇上呀从镇上来的对昨天我们昨天到镇上到镇上昨天到镇上的时候太晚了凌晨凌晨两点钟嘛他一个人呢你放他一个人在镇上吗没有没有没有我妈妈也在我妈妈我妈妈跟着我过来了我妈妈在照顾在照顾他哦对因为这就是我们村了 哦这里进了进进村了是不是对对各位姐们我们现在打听到那个小畔的消息了啊然后这个小畔说他是他是小畔表姐啊咱们跟着表姐说带我回去过去看一下啊然后咱们现在已经打听到小畔的消息了啊然后我们现在跟着表姐进村里面去那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详细的东西还是太长太长了要不我先见到他之后咱们以后时间也比较相见的时间比较多看他怎么样我们慢慢了解嘛嗯好不好 好好好 那个 我们这里感谢四四二送的小星星 对比较难找找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那个表姐我问一下就是他这几年这几年以来他就是现在他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他还是一个人呢也是还还是一个人这么多年 然后像我们都这么大的话基本上都是要成家了哦他也一直都也没有然后也有介绍然后他也 呃各种原因吧又不同意啊怎么样又又都都一直都是一个人他也没有说你这个事我们也不知道你们都你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他没有提过 哦那他他家在哪里呀啊他家就在里面他家从从这里进去吗 从这里走然后还在里面哦行那我们我们过去啊 那你吃饭了吗我现在也还早还不饿早餐吃了早餐吃的比较晚昨天到的太晚了嘛然后睡醒之后我再问路问路过来的 嗯那等一下就先在这里先吃饭吧 现在快11点钟吃饭等会再说吧我先见到他吧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一个对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吧然后当时我找了这么久才找到他他可能也会有一些 呃对我可能会有一些折怪之类的东西吧 嗯 这姑娘问他嫁人没有没有 没有嫁人我们这项条件很好他们条件没有 然后这个美女长得蛮漂亮的 呵那个呃 你在干嘛 对我我先因为我这几年都在找小胖嘛然后我也有时候也会直播 直播间里面会有一些哥哥姐姐他们呃可能会给我提供一些那个他的消息然后他的消息也是在里面知道的因为我当时我找不到的话我就会拿照片给他们看一下就看一下有没有认识这个女孩子的 嗯对 妈妈不要拍到我啊刚刚回来都没有打扮 没关系的哥姐姐们都都挺都都说你挺漂亮的他们都真的他们都说你挺漂亮的是不是哥姐们咱们咱们觉得这个表姐好看的咱们 咱们在公屏上打个漂亮好不好 咱们给他看一下 嗯都是穿干活的衣服都没有 这是你们你们这里的洞衣吗 对对对 这是我们自己自己绣的 都是自己自己绣的 对一直线都自己做的 都还挺好看的很有很淳朴的感觉 哈哈我们这边都是穿这个衣服 是吧 你们那边没有这种衣服啊 我们那里没有很少很少看到只是说在那些装卖店里面可能会有 哦对 那你是哪里 好看啊 我 我也是贵州的 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基本上长居都在广东 你贵州哪里啊 我原家原老家是贵州凯里那边的 哦那那那也不远啊 也是我们 对老家来说是不远 但是因为现在来说都是工作的原因 还有小宝上学的原因都是长居在广东 你们那边也有冻足吗 有吧但是不太清楚好像都是汉族的多 哦哦哦对你也不是少数民族是吧 呃 我不是少数民族 对是汉族 但之前之前好像是冻足吧 反正我也不太清楚后面就都转汉了吗 哦哦哦对 不过我刚刚看到他就说要来那个池圈那里整理一下 不知道他在这里还在家呢 你你你你看问他一下嘛 叫他一下 什么啊 小胖 小胖 老子在那里 啊 有没有什么东西 各位姐们他说小胖在里面 小胖在里面 小胖在那里面 他 他说在在这里忙忙啥 小胖在里面 各位节目我们我们是直接进去吗 他说小胖在里面不知道应该是我们找了吧 刚才拿照片给他看他说是他表妹 一眼能看出来的话应该是两个是很亲近的 各位姐们 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各位姐们咱们帮小胖点眼赞 给小胖鼓励一下整点勇气啊 你等等我一下 你你等我一下嘛 你你你先跟他聊一会嘛 我现在 我现在好紧 我现在好紧张啊 我好久 我好久 哎呦好久没那么紧张了 毕竟已经三年多没见 我不知道他现在对我是什么态度 如果如果他很生气的话怎么办 各位姐们 就是呃我我今天因为我过来我也带不了带带不了什么好东西 然后我今天我就身上我就背了背了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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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链 哎呀把那个东西弄掉了 我我今天过来呢我就我就带了这样一条项链哥姐们 等会等会我们见到他之后 如果如果他对我 那个的话我 我我怎么办啊 要进进去吗 哥姐们你们说进去吗 哦对 现在我进去我可能我就 那个了哥姐们 我我我先给你们发个福袋好不好 我们先给你们给哥姐们发个福袋啊 左上角有一个免费的福袋哥姐们可以去参与一下啊 然后点个免费的小光小助点福袋发送评论就可以了 哥姐们 然后有有时间哥姐帮小生点点赞啊 他说小胖在里面 我我但是我现在有点 有点紧张啊有点紧张哥姐们 我现在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不好意思进里面去 他不会是住这里吧 这里不是住的地方吧 这个就那么矮啊 他里面有人吗 哥姐们 我没进去吗 哥姐们你们你们说我要不要进去叫他呀 我在这里叫他一下 看到还是直接进去啊 进去直说吗 咱们进去的抠个一好不好 哥姐们来来 抠个一我看一下 鼓励一下我嘛 鼓励一下主播 我自己看一下 他他表姐是不是跟她说这个事情了 他表姐是不是跟她说这个事情了 就我跟表姐说了这个事 这里应该不是住的地方吧 我这样直接进去不好吧 没有别人在吧 小胖 他看了我一眼 然后没理我怎么回事 哥姐们 你怎么来了 你在你在你住在这里吗 我在这里打草卫山 在打草卫山 我以为我以为你家在这里呢 养猪的 养猪的他说要来猪仔来呢 准备磨地方 你怎么来了 你来这里干嘛 你来这里干嘛 你说呢 我说 他在这里干嘛的 你们是怎么碰到的 你说的 你说刚才找我的人就是他 对啊 我就从博山回来了 在路边那里采香药 然后他就问我 问我要给我看你的相片 然后我就 只要是你了 我就带他过来了 我过来找你的 你过来找我 对啊 你过来找我干嘛 不是 我们这么久都没见 那么多年了 你 你怎么没没想着 就是联系一下我 我没想着联系你 对啊 我每一年都出去找你 我看是你不想联系我 你没有啊 我 我这几年我都在找你啊 然后你的联系方式不是都换了 我又拿不到 那我的联系方式不是没换吗 你为什么没有 没有找我呀 我手机都没有拿 我什么东西都没拿 我怎么联系得到你 你之前都没记得 你知道我记性不好 你知道我记性不好 我怎么记得你电话号码 我都从来没有记过 我我这几年 我这几年也在找你啊 然后当时你阿爸 给我留了一张字条 他又说 呃 我不要再 不要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了 然后说我这辈子都见不到 别想再见到你了 然后 然后我 我没办法 然后当时 当时我不是带着小宝在那里吗 然后我没办法 我不是 只能回去了 我没办法上班 我当时带着小宝没办法上班 我就只能 只能先回家去的 我 是否说的 啊 我父母说的吗 对啊 嗯 当时我也不知道 是 我都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写的呀 不是我这个等一下 我这有点卡了 哥姐们你们那里卡不卡呀 我们这里网 网有点不好 网有点不好 哥姐们你们那里卡不卡呀 我自己好像有点卡住了 不卡吗 哦我以为这里卡住了 啊 我我这几年在找你的时候不是一直都是 一直都是开着直播嘛 当时也是有叔叔阿姨哥姐们 他们给我一些消息 然后我慢慢的找到这里来的 所以呢 被他被他卡了 所以什么 什么所以 问你意思是说 你这几年找我干嘛 我这几年找你干嘛 对啊 你问这样的话吗 这样的话你都能问得出来吗 那我要问什么样的话 不是哥姐们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 没没什么意思了 你自己是不是 你是不是已经 找对象 啊 不是你问这样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啊 你自己都成家了 你要来找我干嘛 不是咱们 我我这几年来找你干嘛 不是你什么时候得到我的消息 我成家了 啊 我成家了我为什么来找你啊 是因为什么 我小宝呢 跟你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吧 我觉得 啊为什么没有意义啊 就是没有意义了 我我为什么过来找你 你自己不知道吗 为什么过来找你 是吧 我我找这几年 我找这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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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为了什么 我就我就发神经一样 我就找这几年吗 我就一直在找吗 你是自己啊 我是时间太多吗 我是没有时间去照顾小宝吗 我不能多多发这些时间去 这多挣钱对小宝好一点吗 你凶什么凶 不是我什么凶什么凶 主要是我觉得 就是一见面非要吵架吗 他一直说你成家了 还找他干嘛 你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 你没有的消息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 你为什么要空口无凭呢 你问我 你就是用这种态度来问我的吗 那我应该以什么态度啊 那你这这么些年 为什么已经到了现在 你才会来找我 我为什么你要生我的气 到了现在 到了现在我才找到你是什么原因 你不知道吗 我每一年都出去找你 就是在我们之前一起住的地方 我人都找不到 我每一年都会去 每一年都会去 那我不可能待在那里啊 你去的你去的什么地方 你去的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吗 那我 那要不然呢 那我一个人 那我一个人 我去你老家过 我怎么知道你老家在哪里 我一个人带着小包 我怎么在那里待啊 我这也待不了啊 我怎么待下去啊 你男的就不知道我会出去找你吗 我在那里 我在我房东那里留了张纸条 我在我们原先房东那里 我跟他说了 我说留了留了你的照片 然后你原来的你原来的手机 全部都留在那里 我我就跟他说 我都我跟他说 若你回来的话 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叫他联系一下我 到底怎么回事 根本就没有 没有就没有嘛 所以我就找不到你们家 你现在还来跟我兄 主要主要是 主要是我这几年 我在找你 但是见到你 见到你之后 你就 你就总感觉好像 避而远之的样子 是吧 我哪里避而远之了 我哪里有 没有吗 没有 那你那你为什么要说 你来找我干嘛 我觉得好奇呀 我来找你干嘛 我觉得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太可笑了 你知道吗 我找你三年多 我没有没有一天停止过 我不断的在找你的消息 然后找我见到你的第一面 你就是告诉我 我来找你干嘛 我不知道你找我三年多 我知道了 你跟我说了吗 我刚才来 你碰到我的第一眼 我是这样问你的吗 你现在不要来到这里跟我吵架 如果你不是来找我 你是来跟我吵架的话 那你就回去吧 我先缓一下哥姐们 我先缓一下 我真的有点 有点失望 你知道 有点失望 我根本就来不及说 根本就来不及说 唉 哥姐们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吧 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 他对我的态度根本就不一样 好像跟我 原先想到的见面方式 根本就不一样 咱们说现在 现在怎么怎么怎么办 哥姐们 你们说现在怎么办 我确实不太不太会说话 然后 没有 其实这几年可能 他也有一些 那个嘛 一些心 就是生气吧 但是我确实我找了他们 那么多年 我一直都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所以心里面也有一些 不舒服 你知道吧 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 就过去问他 想不想他自己的儿子 是吧 卡掉了哥姐们 有些话应该说错了 不要说了哈 哥姐们 咱们不说了啊 好好的说啊 好好的说 咱们不要不要去说了 不是卡了啊 刚才那个 刚才直播画面被警告了 哥姐们哈 咱们在公屏上打一波加油 好不好 帮主播打一波加油 我刚才可能说话有点激动了 然后那个那个 直播间这边 刚才画面停掉了 哥姐们在公屏上帮小生打一波加油 好好说 好行 我现在进去好好跟他说 我先进去好好跟他说 感谢哥姐们支持和关注啊 然后有可能等会 会没有了哈 没有画面了哈 哥姐们哈 咱们点点点赞 帮主播点点赞 然后公屏上打一波加油哈 我们好好说哈 好好说哈 行好好说 我好好说 主要是他刚才说那就话 真的有一下子 一下子抵达到情绪了 咱们等他一下 不是小伴 小伴 快点 生气了 啊 他说你你你你你刚才凶了 啊 都没有见过你发过这么大的脾气 哦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 他肯定是在情绪 那我也委屈啊 你这么多年呢 你猜猜猜现在才找得到 不你刚才那句话让我太伤心了 他以为你这么多年都不找他 其实你找他这么多年他不知道 哦对不起对不起 他以为是现在才来 我不是我不会那么久才来吗 是不是 对小宝 小宝 小宝现在上上学了 哎 小宝现在上学了 真的 他 你现在笑干嘛 啊 我现在已经是你笑了 没有啦 就是跟你说一下嘛 笑一下嘛 笑点好看一点那么凶干嘛 你刚才凶我 哈哈 哈哈 不凶了以后都不凶了 那个那个那个你想 有没有想小宝 有没有想 有没有想小宝 没有哪一天不再想 没有哪一天不再想 那个 他他跟我过来了 你要不要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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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你说 我叫我表哥去见了 你知道在哪里吗 你都不要我说 我表姐说了 在镇上 在镇上你镇上那么大 你也真的好笑 我真的他都发现了 你把那个联系方式那个 对啊 不是你不是说不要找我们自己去找吗 啊 你们两个就别这样了 哎呀 不再软了呀 就行了 他莫名其妙的这么久没有见 一见到我就凶了 那我问 我问一个问题怎么了 不凶了 不凶了 抱一下嘛 好吧 不抱 哎呦 不要生气了嘛 不要生气了嘛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小宝都过来了 要我去吧 小宝过来 我就带着他 你带着他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我走了 啊 那那我走了 你就是意思是一点都不想不想理我呗 我不是不想理你 那我走了 那你想走就走吧 他爸妈还没吃呢 那我不想走呢 饿死他 那我不想走呢 我不吃饭就不吃饭了 我炒菜给我小宝吃 我又不炒给他吃 你不是你能接到小宝吗 我自己去镇上找不行啊 我带他走了 我带他回去了 带他回去了 你敢 你敢 我敢 你都没有见过他 你在街上 遇到他 你都你都认不出来啊 我相信血缘关系 我看到他我就肯定知道他是我孩子 有没有那么神 有啊 怎么没有 没有吗 怎么没有 会有的啦 好了嘛 不要生气了嘛 哎呦不要动嘛 不要动嘛 哼 你叫你叫你表哥去接你什么时候叫的 我刚才呀 你刚才出去的时候 我刚才出去的时候 对啊 那没没有啊 就是那么等你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 嗯 不是 那 那怎么怎么办嘛 你自己去接啊 嗯 就不要不要我了 你现在话都不想跟我说 你怎么能接得到他嘛 这 我这三年对你们父子一直时间想 然后见面第一句你就凶我 那谁开心呢 是你先问的莫名其妙的 哦我觉得 哦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就是我这么久没有见到你 哦我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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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你不要说了行不行 再说我走了我真的走了 你想走就走 啊那我那我真的走了 我我不想我不想说了 为什么啊 因为你一直在这里说说说说 你还不允许我发一下小贴秀 不是我这么个年我是个女的呢 我还一直家里面给我安排相亲什么的 给我找对象什么的 我都一直都是拒绝的 我一直在等你 结果你呢我不委屈吗 我我跟你说个悄悄话 啊 就是你安慰一下他 他刚刚说了他每年也去找你 然后找不到他有你成家了 就这样失踪了不要他了 什么什么嘛 好了不要生气了嘛 我叫表哥去接人了 你把电话号码 你怎么你怎么接嘛 你怎么接的到他嘛 你把电话号码发给我呀 你都那么凶 我只是跟你凶啊 我对其他人温柔就行了吗 你对其他人温柔就行了吗 你对其他人温柔就行了 我对我小宝温柔就行了吗 你你你你 你去接等下我爸爸妈妈也回来也过来了 你就这样子啊 怎样我怎样 那他们到时候他们不肯给小宝给你见哦 我我没有啊 我我只是去你 你去我你去我一样的啊 你去我你成不了他们儿媳妇他们肯定 肯定不会把小宝给你看啊 凭什么孩子也是我的啊 孩子孩子是你的没错啊 是啊 但是他们不会不会给你 不会给你不会给你看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不会 你又不是他们你都不你你你你都那么气我 你都不愿意成为他们儿媳妇 他们怎么可能把小宝给你看嘛 现在小宝是他们的 长中宝啊 你的脾气你的态度就那样 那我不生气啊 你都不来哄我你还好意思说 不是哄你了吗 你怎么哄了 你不要我错了吗 我错了吗 你不要动嘛 不是说了吗 我错了吗 你就完了 就完了吗 啊 就完了 那个那个 那个这个 我给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你开心一下吗 嘿嘿嘿 你笑了 我帮你带上好不好 就是什么啊 啊 这什么东西 特意给你准备的 啊 特意准备的啊 我现在 我现在我要不 要不回家嘛 你带我回家就把你带上 我现在拿着手机 我不方便 回家的你帮我带上 啊这个你先拿着嘛 我送给你的 好吧 你是知道你是今天故意惹我心气 然后故意送礼物给我的吧 我要看一下你什么态度 我什么态度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我的目的是来接你回家的 我都有来娶你回家的 收下了就不生气了 你就是强行的 我都那么久没见了 快好好抱一下 刚才老师一点 你就不能抱我一下吗 刚才我抱你都不主动一点 我怎么主动啊 快点嘛 快点嘛 对了吗 难道你就一点都不开心吗 我没看 你看到了 我看到他看到了 我开心呀 但是我心里面想着 我见到你的第一眼 我当时心里面就是想 你来干嘛 这么久你都没有来找我 说不定你自己已经找了对象了 然后来这里 说不定只是想把小把说付给我 然后你们 你们夫妻自己去快活 没有啊 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这样 没有啊 你意思是意思是你表姐什么都跟你说 我也都不跟你说 我我我我来娶你回家是吧 我们两个也没有跟我说呀 我们刚才就在里面 就才说了几句话 他哪里跟我说的起来 你只是说有重要的事 你路上 他没有跟我说什么 他就说外面有人找你 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嗯 因为我们俩 他也不知道 我们俩是不是这么想 我这样的是吧 当然啊 没有 我没有 我这几年 我这几年哪有时间去找 去找别人呀 我这几年除了工作 就是照顾小宝 我现在我这以前的工作 我做不了啊 以前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然后又没有 那小宝那么小 都没有人看 我做不了啊 我所以我换工作了呀 我肯定就不能 在原先的地方待了呀 我我现在就是在这三年以来 我一直都是在送送外卖啊 然后有时候呃做做就是直播直播 就是这样直直播啊 我走的时候直直播啊 送外卖的时候 然后有一点小小的收入啊 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然后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来 我有时候直播的时候 呃 他们跟我说 你在这个女孩子好像在哪里 在哪里见过啊 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就去找啊 我去各个地方找啊 我说去了好多个地方 整个前东南 我差不多走了一大半了吧 嗯 啊 因为我只知道你在前东南这边 然后在这边凡是 前东南这边的哥哥姐姐 住的阿姨说 像长 像你的 或者说有一个叫小畔的 我都 我都会去那些村站里面找 但是我都没有 都没找到 没找到的时候 我都会在直播间有人的话 我都会给哥哥姐们 问一下这个女孩子啊 你的照片都会给他们看吗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不是就找到这里来了吗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刚好 有人说 在这个位置 应该他 而且很坚定的说吗 所以就我就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又不准 他又不准确 你们这里的具体位置吗 然后 一路上 我就问问路问过来的 昨天 我还是昨天凌晨两点钟到的 凌晨两点钟到你们的那个 镇上 对 凌晨两点钟到你们镇上 你们去哪里啊 然后 我把小宝在那里 就是安排他们在那个 那个星星 星星宾馆里面休息 在镇上那个星星宾馆 他们在那里休息 然后 我阿爸妈也在 然后后面今天早上 我 早上六七点钟吧 然后起来的时候 我就出来问路 那时候人还有一点少 后面 就遇到一个 那个 开那个三轮车 拉了那个木头的 然后 然后我就跟着他 我问他 呃 我问他就是 那个 你们上面不是有个村吗 他们说 你在龙安这一片吗 然后我就 到了上面那个龙安 龙安上那边那个村 到了那里之后呢 天也 就是 大家都忙了 然后我在问 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 然后我以为这次又是找错了吗 后面问到一个 问到一个在那边 去那边干嘛的 不知道走亲戚还干嘛的 你们这边的人 他说 他们 他们村上面一个村 好像有这样一个女孩子 然后他说 要我往这边去问一下 然后我就过这边来了 我来到这边之后 你们路口内有个岔路口 那岔路口的时候 我走错了 我走错了之后 我往上 我往上走了 走了之后 好像走得很远 没有遇到人 然后我又倒回来 倒回来进了这个路口 进了你们进村的这个路口 后面就遇到一个叔叔 他说对 从这里村里面进去 有一个村 这个村比较 也比较小 你可以进去问一下 我快到村里了 我快到村里了 我遇到你表姐在那里摘香料 然后我就问他 我问他 他就说是你表妹 然后我就进来了 对没见到你的时候 还是挺激动的 对没见到我的时候挺激动的 一见到我就开始跟我 开始跟我吵 那我也生气啊 这么几年你都没有找我 我哪里没有找你 你生气我也生气啊 所以我们两个一见面就吵了呀 主要你要想 你想一下这几年 这几年 你委屈不是我也委屈啊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拉着小宝 拉着我 哎呦 有时候又想 又要找你 又要带他 然后又要工作 还要生活 我有时候 我都会感觉有点撑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我也撑不下呀 主要是 主要是你知道吧 不要说我去找别人了啊 因为这几年 我没有考虑过去找别人 在像现在小宝 他已经认识你了 因为每天你的照片 我都是给他轮播的 包括我们房间里面 全部都是你的照片 他每天看着 他都已经知道 他的妈妈是长什么样子的了 我说你说 我去找一个 找别人 就是我 阿爸也跟我说 我阿妈也跟我说 要不 实在不行的话 你 你去考虑一下 然后他说 你一个人 到时候小宝也没人照顾 我们现在慢慢的年纪也大了 也帮不了你太多 那 那那然后我妈妈 我妈妈就跟我说的是 一定要找到你 再找几年 再说 看一下 如果不行 再说 你说我现在有小宝越长大 越认识你 认识你的记忆越清楚 越清晰 他现在又上学了 现在小孩子 跟我们以前不一样 现在都很聪明 对吧 他现在 很多话他都听得懂了 在他面前说什么话 他都听得懂了 然后都根本瞒不下他 他今天就 他说 听说你的消息之后 他说要跟爸爸一起来来找妈妈 他都没有说 说是来接你了 像之前说你在外面工作啊 到时候去接妈妈回来啊 他都还信 现在他都知道是来找你了 都不是说来接你了 你怎么 怎么去那个嘛 如果说我去找一个别的女孩 女女女孩子 人家都他都他都不认识人家 人家他怎么可能 那干嘛 那我宁愿这辈子就带着小宝就好了 我都想死他了 啊 我都想死他了 我跟他最 就是最近的一次印象吗 都还是在 他十多天的时候 感觉还这么小 我都不知道他现在长什么样子了 呃 我公平看的比较少啊 那个哥姐们 你们 但是你们打的时候 有时候我会看得到啊 你们说的话 有时候我会看得到 就是有时候呢 就在我在现在跟小胖说这个事情嘛 哥姐们哈 你们原谅一下哈 那个哥姐们 我再给你们发个福袋哈 我们我再给哥姐们发个福袋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啊 呃 都是免费免费免费领取的 每人30的福袋 每人免费领取的 这里点个免费的小管小柱点福袋 然后点那个发送评论就可以了啊 咱们现在 我现在跟那个小胖心说一下 我没有说不理你们啊 哥姐们 感谢你们的支持啊 也一直都是你们的陪伴啊 谢谢哥姐们啊 现在 现在 现在来说 就是 得到你的消息之后呢 就是 意思就是 我妈妈来说 如果说你真的在这边的话 嗯 看一下 就是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你这边有没有 你有没有 成家 或者怎么样 就是这几年 如果还是一个人的话 就 我们好好谈一谈 还能不能 能不能还 就是还有没有以前那种感情 如果没有的话 不要 我妈妈可能比较理智吧 她说的是 如果没有什么感情的话 不要因为啊 小宝而去 而去让两个 不合适的人 待在一块 如果还是当初那样的话 就是 就是说让我好好地接你回家 你说呢 我不知道你的心理 但是我 还是 如果没有了 一样的 我一开始我会跟你争吗 会给你吵吗 哦 我从起床到现在我也累啊 我干活了我也累啊 走吧 我们回去吧 啊 回哪里去啊 回哪里去啊 去 去 去我表姐家 去你表姐家 我不去你表姐家 为什么 我我我我爸妈不在家 你爸妈不在家 我也不去别人家 我过来找你的 我过来找你的 我不是 我现在都住在我表姐家 你为什么不懂我已经回去 那我我不去 为什么 我去你家 我我去你表姐家干嘛嘛 他家居还有爷爷呢 他也在家 去你家嘛 现在都放点了 他也在 你连你意思是 你现在就是连带我去你家的那种想法都没有了 是吗 真的 那去我家也可以 去我家就是 只有我爷爷在买买的 嗯 去不去 我爸妈不在 就是反正意思是 你不想带我再见长辈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我父母不在家 回家吧 哎呀不要在这里说了 他们去吃酒席了 你要我怎么 那这样 明天他就回来了吗 明天他们就回来了 去你家了 我家还在上面 你干嘛 你你你反正的表情干嘛 怎么拉他呀 你把他拉他 不是 我我说了马就挂了吗 是惹到他了吗 他怎么突然生气了 没有他以为你不敢带他回家 你你你你没有想法带我回家的话就算了 反正我也不用不用过去对吧 如果你想见小宝的话你就跟我去镇上吧 好吧 你跟我去你跟我去镇上吗 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不是说我的脾气变得那么大了 因为我感受不到你对我有任何那个的 就是意思是你爷爷奶奶在家 你都不愿意带我回家去见一下他们 是吧 虽然说因为本来中午我都是想着去我表姐人家家吃饭的 你知道吗 你看你父母又没有来 不是我父母没来就不去吗 我不去啊 你你你要我把我带去别人家干什么 是吧 我我今天我今天是来找你的 你把我去带去别人家是一个什么意思 那别人家的别人家的那些长辈都在那里 那你怎么说呀 什么叫别人家 今天说实话就好了呀 怎么说说实话就好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他不是他他 你们说我过分 他现在他连就是带我去他家的 的那个心思都没有 那我我现在怎么办 是不是 那我就不去嘛 大不了就不去他家了嘛 是不是 如果那个的话就带他去 带他去朋友家吗 不是带他去镇上吗 好吧 说话温柔 我现在我完全就是感受不到 那个了 要怎么说吗 和姐们你们说要怎么说吗 跟他去去他 去他表姐家吗 跟他去他表姐家吗 我现在我现在哎 行吧那我去找 我带我带你去见小宝吧 咱们不要 不要不要去家里了好吧 你现在你表哥也不知道 你表哥现在也也不知道地方呀 他现在也找不到 把号码发给我 把你爸妈的电话发给我 能不能能不能好好的了 能吗 你这个态度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我根本就不敢去 行了行了 你再这样子我就走了啊 我是问他去不去 走啊他都拉你了 走不走 人家都拉你 女孩子都拉你了 你走不走 去哪里呀 去我家 那小宝怎么办 我说我带你去见小宝啊 我说了 到晚上再跟我爸妈一起回来 我叫我已经叫我表哥去接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知道吗 你叫你表哥去接什么 去接孩子啊 他有联系方式吗 他知道在哪里吗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 你发给我 你发给我 我发给你什么 我有你联系方式吗 你们两个最艳 我们家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真的服了你了 我们家 我们现在家好不好 我们现在家 我们现在家 我现在在直播 我没有 我没有多余的手机家 没有 对 你把你表哥的 方式发给我吗 主要是 主要是 你 你知道我为什么 心里面 我不想给你联系方式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啊 为什么 就是你完全就不会考虑我的 知道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你说去接他就过来 就去接他过来 你就是商量的 不会跟我商量了吗 就是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 你就已经跟你表哥说去接了 我还不知道 你 我在想 我在心里面在想 你怎么接 你怎么接这个人过来 我刚才你来的时候 我就说了 把你爸妈的电话号码发给我 我太想他了 你 你就直接打电话 给你表哥说去接人 我在想你表哥难道不懵逼吗 去哪里接啊 接谁啊 他自己还没到镇上啊 啊 他自己还没有到镇上 自己还没到镇上 所以啊 我就说等你到镇上的时候 你跟我说一下 就是就是你能不能 就是能不能就是对于这种这种事情 就是打两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跟我说一句 那我那那现在小宝在那里是怎么样 你你能你能带他过来吗 你爸爸妈妈能不能把他带过来 还是说我这边找个人去接一下 还是说 怎么样 你们一起来我家 是不是 你也要 你也不邀请我 去你家 我也不敢带你爸我爸爸妈妈来啊 不是 带我爸爸妈妈来等会我们住住哪里啊 我们在这里跟你一样 就是我如果还好啊 我我想说的是还好啊 如果说我爸爸妈妈来了 我爸爸妈妈来了 跟着我带着小宝来了 我们现在在这里站了一个钟了 我连一口水都没有喝 你知道吗 我所以说 所以说你根本就 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在想想 可能你在恨我在怨我都行 但是至少 至少 就是你能带我回你家去至少你是对我 还是以前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现在你是要把我带到你表姐家去 我 因为我中午我 我 我已经跟我表姐说好了 叫 就是去他家吃饭了 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一起就是 我们自己就是已经 女人是个智商 那个了吗 谁知道谁知道你说不想去就不出了 我不跟你计较了 主要我是 我今天那么久没见到你 我是想看到你一个态度 我并不是跟你计较这些东西 我是想 我是想看你 你每一天你都能见到孩子 我隔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见到 嗯 难道我就是心急一点 我有什么错吗 我有什么错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孩子一个人来 所以啊一起接回来啊 啊 就是一起去吃饭啊 我家弄饭菜给他们吃好不好 不是 我害怕的是 你害怕什么 呃 不管怎么样 这三年 这三年多以来 小宝都是 呃 阿妈在照顾 啊 他这 他都是无微不至的 当他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照顾 然后我害怕的是 你见到小宝之后 你 你直接带着小宝 就是我 现在我担心的是什么啊 就是 你不让我们把小宝带回去了 啊 知道吗 我其实我别的我都不担心 我跟你吵那么多 我也不愿 我 我也不舍得跟你吵 我内心也痛 但是 你 你送这个给我的意义是什么 啊 你送这个给我干嘛 我是带你回 我是带你回家 我娶你回家 然后呢 那我要知道你的内心啊 就是 跟我一起 留在这里吗 那我 你说话好矛盾啊 你就是带小宝来见我一下的吗 我是害怕你 把小宝 他不愿意跟我走 所以我要问你啊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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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喜欢的人了呢 万一你有喜欢的人了呢 不是 我不 我 我 我是必须得 把这个态度强硬一点 因为 如果 如果我态度不强硬的话 到时候你把小宝留下来怎么办 他今天可能没有吃饱 所以他脑 脑壳是 放松的 就是缺氧的 那种 你吃饭了没有 你吃早餐了没有 肯定没有吃 不是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花 哥 我今天没准备花 我又不 我要不男子 男子是花 给他 哄他一下 这个聊不下去了 再 再 再炒下去 不行了 该软的时候得软一下 行不行 哥姐们 这个花能不能送啊 好多 我们再多一点 好不好 可不可以啊 哥姐们 你们可以的话 扣个一 好不好 主播你话太多了 哥姐们 你们见哪个主播话不多的呀 如果主播不说话的话 就没人看了 哥姐们 是不是啊 你们说对不对 咱们直播嘛 开直播肯定是要说话的呀 不说话的话 谁看呀 就没有哥姐姐 那我都不跟你们聊天了 刚才是因为那个 我跟小胖在说话 所以我没怎么看公平啊 哥姐们 抱歉啊 刚才 刚才那个行是吧 都扣一是吧 感谢彭哥 送的小星星啊 谢谢 谢谢 感谢啊 哥姐们帮小星点点赞 咱们把赞赞往上面走一走啊 来 哎 小胖 你看这个好不好看 啊 你你你你拿着嘛 我们这里的东西都好看 你这里的东西都好看 我帮你 我帮你插一朵 哎呦 别动了 你插到耳朵 你们两个 其实你们两个都是内心 都是有对方的 这里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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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看吧 春 这绝对是春花 春花级别的 我不要你说话 啊 啊 春花级别的 我不要你夸我 我不要 跑了嘛 不要生气了嘛 嗯 我是怕你那个嘛 那你那你那个 你你那个 啥你把那个 那个你 不是 你表哥的联系方式 我不能告诉他吗 你表不是不肯说吗 那你快点了 你不要啰嗦 你记得你记得你妈电话吗 嗯记得 我现在手机在开直播呢 我我我我手机没办法 给你那个 那你发吧 嗯我发给他 嗯可以了在你跟他说在那个星星宾馆 在星星宾馆 我微信发给他 嗯 我对我 我那个我老妈的电话发给他表哥了 他现在也不好意思 他没见过 我我我爷爷奶奶在家 我跟你先跟你说了 等一下你又生气 我父母不在家 你爸你爸妈不在家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也许今天晚上 也许明天早上 那最好他们晚一点回来也刚好 因为 对了你跟你表哥说 你看看一下有没有人会开车 我爸不会开车 叫叫他叫他找个 如果他车上有人会开车的话 叫他把我那个车开过来 你的车 我车也在镇上 对他上面有一些给你 给你们准备的一些礼物 就我我给我给叔叔阿姨 准备了两套衣服 我叫我表姐的 你跟你表姐说一下 你打个电话给就是 你打个电话给表哥 叫他问他还有没有人 他身边有没有人就是 开小生的车过来 他什么 你他我是自动挡的 钥匙在我阿爸那里 啊 那我们就先进去 啊 你口渴了 从这里吗 从这里进去吗 这里这里就到了吗 对 你口渴了是吗 哦你家你家 环境那么好啊 哦还行 你家里都没 就爸爸妈妈都没在家是吧 都没在家是吧 爸爸妈妈他们 都没在 我爷奶奶都不知道 不知道可能都没在 哦没在吗 没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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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话 在的话我 我不好意思进来啊 我现在我现在手上 都礼物都在车上 我没办法带过来 我就给你带了这个 这个礼物 找个朋友开 哎 那也行 现在能来吗 嗯 他现在他他还没到 他现在在帮 元气人 他现在打电话 你现在做饭 做饭吃吗 还早吧 还早 还早 你饿了吗 我没饿 那先坐吧 先坐一下吧 先坐一下 等一会 你口渴吗 倒杯水给你喝 口渴吗 我在那里我都想喝水了 坐吧 我知道你想喝水了 刚才都说 我渴 现在到那里 连杯水都不倒给我喝 我渴 感谢哥哥姐们 谢谢哥哥姐们 咱们 咱们帮小生点点赞 咱们把赞赞往上面走一走啊 哥姐们 饿了吗 不是很饿 谢谢 哇那么大一杯 喝喝都完吗 喝不完 等下就 喝就那个也就好 我来做饭 做完 做做 做 我做我做这里 我做这里就好了 卡不卡啊 哥姐们 我怎么感觉信号不是很好啊 你坐下来吗 你坐下来吗 哦 你又不舒服了 哥姐们 你们说要不要帮他戴上啊 要我帮你戴上吗 啊 我帮你戴上吗 不卡 不卡就好 刚刚才好漂亮 好漂亮 我平时带我就是 你是到镇上才买的 还是 之前买的 戴在身上几年了 没有 刚买的 我以为你是说戴在 几年了才找到 赶紧的帮他戴上去是吧 那那个 那个等会吗 等会等会我帮他戴上去好不好 哥姐 等会我们帮他戴上去 我平时也爱送我礼物的之前 但是但是就是这是 项链是第一次项链 项链是幸福啊 那都没听你说过 我不敢说 我不敢说 我怕你自己想 我老爸那么凶 万一那个怎么办呀 你还是不舒服啊 对啊 刚刚刚去那里 站了一下 去采一下茶 感觉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来了嘛 来了来了 然后在路边就碰到他了呀 那刚才还站那么久 你就是 你就不能早点带回来嘛 你不能早点回来嘛 你自己要跟我吵的 那我怎么关心我表姐 表姐什么意思 可能不太 你表姐你那个 你干 是经常这样子 这样子难受吗 对啊 对 就是你 你蹲起来站 就是站起来蹲下去的时候 会不会有时候会想吗 会呀 现在都会 有时候会想 一点都会 有时候会想啊 你这个 你这个可能是 你这个可能是 有点缺钙了吧 你现在有没有吃钙片吗 这么大 是什么钙片 怎么长大 什么都吃 怎么会缺钙缺钙的小朋友啊 这不是都是小朋友吗 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 小朋友吃钙片 不是不 钙片不单单是小朋友吃 他也是 也有那个就是大人也吃 特别是 就是年纪大一点了 像你现在这样子 可能小时候吃的都少 就是比较少 没有吃 我们天天在山上 可能天天在山上 吃的那个东西 可能钙含量也比较少 所以的话 现在来说嘛 都是吃的 大鱼大肉的 可能有时候 比较缺钙 也是要 要要早点钙片 要早点钙片吃一下 应该 这么大了 因为我了解 他比我 都小 大嘛 所以 重活内活 我基本上他都是都是他干 他特别心 你女人应该多补补钙 是吧 就是我直播间哥哥姐姐也说 女人就应该多补补钙的 之前呢 我那个 这样嘛 我我之前我给那个 我小宝 我当时我给我小宝找了找了一款钙片 之后钙片 钙含量挺高的 而且挺不错的 是那个 健被养的 之前跟 都跟央视那边有联合播出的一个品牌 挺不错的 就是有点贵 你看吃如果好的话 到时候你找我再给你去弄 呃 你